当乔剑听到道人这话,其他四人脸上浮现的忌讳时,李火旺当即心中一动。 等等,也许不一定要动粗,也许可以是着想个招把他们吓走。 短暂几夕过后,李火旺咬紧牙关握紧手中骨髓剑,把剑柄的脑袋对外,猛地往地上一插,他四周变得虚虚实实起来。 哼,为何不死?那你不妨问问诸葛渊他本人,既既至无踪,须至截刃啊,不死亦不灭,超灵三戒图,活。 当间天司们看到一位手拿摇扇的书生身影时,闪时消地出现在李火旺的面前时,眼中露出深深的恐惧,他们可太知道诸葛渊的真正实力了。 更别说,还有一位能用诸葛渊骨髓头颅复活诸葛渊的存在。 几乎就是逃命,见天司果断转身,以最快的速度消失在树林中去。 就在他们离开没多久,彭隆藤跟诸葛渊跟着消失了,李火旺当即倒地捂着自己开始肿胀的脑袋痛哼起来。 以他现在修真的道行,把身边两具幻觉修成实体,这实在过去强行了。 能弄出点动静吓退他们,已经是李火旺能做出的最大努力了。 他感觉此刻自己头疼欲裂,咬着牙拿着手中的骨髓剑,亮呛打算先离开原地再说。 虽然吓跑了,可难保他们不会回过进来。 此刻,李火旺感觉到自己的脑袋越来越大了,大的跟年画里的寿星一样。 李兄,没事吧?诸葛渊不由得有些担忧? 没事,没事。 其实,李火旺也不知道有没有事,这是他第一次强行修真幻觉,可这跟苹果那种小东西不是一回事。 就在李火旺这么说的时候,丹田处一阵搅动,紧接着四周的环境飞快地变化起来。 糟糕,神光要包裹不住先天遗弃了。 而等李火旺再次回过神来,却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冷冰冰的现实。 但是这一次,自己并没有在病房,而是被自己的母亲推到四周都是铁网的院子里去晒太阳。 看起来自己那萎缩的肌肉,让监狱里的人放心了不少。 想到另外一边的地貌,李火旺猛地伸长脖子,用牙齿咬着解开束缚带,拖着那虚弱的身体猛地向着一旁地上扑去。 他记得这个地方有个灌木丛,适合自己暂时藏身。 现在的自己非常脆弱,搞不好那边一头野猪都能伤到自己。 儿子,儿子,你怎么了这是?快起来! 就在孙小琴手忙脚乱地就要把裹了一身灰的李火旺搀扶起来的时候,李火旺却拉住了他。 妈,你信我一次,妈。 孙小琴仿佛被李火旺那异常焦急的难喊声给震住了,呆呆地看着他。 妈,我现在真的不能起来,那些尖天丝可能还没有走远,等等,我的剑呢。 李火旺左右看了看,抓起旁边靠墙的一把扫把,牢牢地握在怀里。 握着塑料的扫把柄,李火旺稍松了一口气,他仰着头,再次低声地向着他说道, 妈,我真的无法跟你解释太多,你放心,等过段时间,一切都会好起来的,你信我。 看着趴在地上的李火旺,抱着塑料扫把神经至斑,疑神疑鬼地向着四周警惕地张望, 孙小琴流着泪默默点着头。 看到自己母亲伤心的样子,李火旺心里也不好受。 妈,你别伤心,我这段时间可能回不来,那边事情真的忙得很,你多担待一下,等我把那边都忙完了,我会多抽出时间来陪陪你。 妈不伤心,你在这里乖乖地趴着呀,我先给你找医生去。 看着自己母亲离开的背影,李火旺暗暗骂了一句,又弄成这样了。 不过好在就只有这一次了,下次再来就知道,强行修针虽然勉强,也能达到效果, 但也会让自己体内空中的先天仪器变得不稳定。 李火旺小心翼翼地向着四周张望着,当瞧见没有任何人靠近时,他心中顿时稍松一口气。 还行,既然没有人靠近自己,那他们应该没有追来,自己暂时地安全了。 可就在李火旺这么想的时候,他忽然听到了身后传来了脚步声。 李火旺心中一宁,各种思绪在脑子炸开,紧接着他当即把手中的剑往自己肩膀上一看, 装作一脸冷漠地走出了地上不存在的灌木丛,不急不慢地向前走。 当走了两步,李火旺装作听到了什么,微微一侧身,面带不屑地说道, 怎么?你们这些小崽子还来?你们可觉得本座脾气好? 嗯,火旺。 熟悉的轻柔女生让李火旺心中微微一颤,当扛着剑的他转过身来, 看到远处的铁网外面杨娜眼中带泪地看着自己。 许久没见,杨娜瘦了很多,他过去本来就不胖,但是现在的他瘦的已经过头了。 杨娜并不是一个人来的,一个戴着大圆眼镜的老男人站在他的身后,李火旺认识他,那是杨娜的父亲。 过去的他跟自己很合得来,每次自己到杨奈家去玩的时候,他都会笑呵呵地跟自己开玩笑。 可过去始终是过去,此刻的他再也没有过去的随和,看向自己的目光中全是冷漠跟排斥。 你瞧见了,没有,这就是你日思夜想的李火旺,你到底要执迷不悟多久? 话音刚落,杨娜当即捂着嘴唇,蹲在地上压抑呜呜哭了起来。 这一幕看得李火旺心中一颤,不,我不能被这边干扰,我暂时还没有脱离危险,这肯定是假的,哪有我一清醒,杨娜就出现了。 对,没错,这边就是假的,这个杨娜也是假的。 他们两个人出现,看那边有人来了。 两个人,莫非是苗苗跟李穗? 苗苗,李穗,是你们吗? 是的话,给点反应。 李火旺对着铁网外的两人喊道。 就在李火旺这么大声喊的时候,杨娜的父亲强行拽着杨娜就准备离开。 这下你可以死心了吧?走吧,以后把李火旺彻底放下,再也别想他,也别见他了。 看着杨娜逐渐远离自己,另外与之前完全相反的想法,无法抑制地从他心中冒了出来。 不,不行,这边是肯定真的,我将来要修真。 把这边彻底变成真的,那么这个杨娜肯定也是真的。 它是真的,我不能让他这么走。 两种完全相反的想法在李火旺的脑海中不断撞击,这让李火旺表情逐渐痛苦。 他握紧拳头,对着自己开始发胀的脑袋发了风势的用力捶打。 哎呀呀呀!